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母出轨的孩子后来都怎么样了 那些目睹父母出轨的孩子后来都怎样了 他们长大后对爱情和婚姻又会有怎样的认识 一起看看这些案例 这几年明星出轨离婚的新闻层出不穷 人们在为了谁对谁错争论的唾沫横飞时 我最关心的却是在这种种风波中 当事人的孩子到底会经历什么 因为每对夫妻在面对出轨的问题上 无论是选择继续生活还是就此分开 都无法改变自己是孩子父母的事实 父母出轨 成年子你也许会明白婚姻的分分合合都是父母的私事 而自己会有自己的生活 也需要经营好自己的婚姻 但是年幼的孩子却非常有可能因为目睹了父母的出轨 一生由此发生改变 他们可能会变成以下五种孩子 一 早熟的孩子 现任美国总统的女儿 伊万卡特朗普九岁的时候 因为父亲婚内出轨 母亲决定离婚 所以她小小年纪便过上了单亲家庭的生活 不仅如此 因为是公众人物 她时常被媒体逼问如何看待父亲出轨这件事 这让伊万卡很小就意识到 人性如此恶毒 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或任何事 人永远只能靠自己 朋友BB八岁时撞见母亲与别的男人约会 从那之后她每天都提心吊胆 生怕自己一旦说漏嘴了母亲出轨的事实 这个家就会因为自己的话而散了 所以父母无论怎样掩藏 出轨的事实都会被孩子感知并识破 只是年幼的他们 他们并不懂得婚姻关系 只是众多人际关系中的一种 只会把父母的出轨当作一个污点 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心中 在微妙又脆弱的家庭关系中 孩子小小年纪就要被迫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 自然过早地学会察言观色 以判断大人的情绪 将自己本该同志的心武装得无比成熟 父母出轨最直接的后果 莫过于孩子心中的父母形象就此崩塌 一位小时候发现父亲出轨 成年后最终选择跟父亲和解的朋友说 即使和解了 但作为父亲 他身上的一些东西还是永远的消失了 原本在孩子心中 母亲代表了温暖和关爱 父亲则是目标和方向 可是当某一天孩子发现父母并非自己想象 曾经自己心中美好的父母 变成了令自己不齿的样子 任谁都难以接受 所以孩子轻则选择聚少离多的冷处理 重则从此与父母老死不相往来 已经34岁的可可回想起母亲出轨的那段日子 到现在还是会红了眼眶 当年她跟姐姐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父亲的一方 指责母亲是个不忠的女人 于是母亲被逼着签了离婚协议书 被砍出了家门 当时可可以为离婚对这个家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解脱 可是以愿违 离婚后的父亲有手好闲 无法支撑整个家 他们只好又回到母亲身边 而母亲没能跟出轨队向结婚 也只能接纳了父亲 现在想来 可可最后悔的就是被父亲的可怜姿态迷惑 进而逼母亲离婚 因为那段时光摧毁了她对幸福的认知 母亲成了绝对的恶 而父亲成了绝对的善 殊不知母亲的背叛正是因为父亲的自私 和冷暴力 那种帮着最亲的人去伤害 另一个最爱的人的痛苦 压在可可的心头 久久不能消散 直到成年以后 她才懂得 不幸的婚姻和破碎的家庭 从来都是日积月累的矛盾造成的 在感情里 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 更不该把孩子扯进矛盾的漩涡 心理学家认为 如果孩子一直生活在不和谐的家庭环境里 会变得冷漠自私 暴躁不安 性格内向 胆小懦弱 成年后则更容易受到抑郁情绪的困扰 当孩子发现曾经相爱的父母互相背叛 甚至互相伤害时 他心里会想 连亲生父母的关系都如此令人绝望 自己还能对以后的人生有多高期待 尤其在亲眼目睹了父母的出轨和背叛之后 孩子成年后 面对自己的爱情问题时 往往就会显得畏缩和犹豫 对爱情采取观望的态度 即便有幸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也很难建立起正常的两性关系 他们谨小慎微 疑神疑鬼 在遇到问题时 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去消化 并拒绝和外界沟通 甚至总是会不自觉地 戴上冷漠厚重的面具 时间久了 他们害怕与人相处 也不懂得如何与人相处 父母的经历 更容易在他们自己身上重演一遍 五 不相信婚姻的孩子 当红的自媒体作家 咪蒙 曾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到 自己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 父亲不仅婚内出轨 逼迫母亲离婚 第三者还登堂入室 与母亲撕扯 当时13岁的咪蒙 从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冲上去 就要砍人 对方见识不妙 落魂而逃 咪蒙的少年时代 充满了父母的争吵 他至今都无法理解 父亲对背叛家庭毫无愧疚 随到父亲对他的影响 咪蒙说 我对男人对人性的信任 全面崩坏 所以 虽然咪蒙的文字表面看似有趣 但在那强大到可以纵横百合 如入无人知境的文字下面 掩盖着一个脆弱的本质 那就是他的死穴 我的同事 韩蒙说 自己的父母出轨就从来不会避着他 父母当着他的面 骂对方是贱人 禽兽 明明他们的眼里都是仇恨和嫌弃 却总是说为了孩子才忍受着对方 不能离婚 韩蒙从初中开始便选择住宿就读 之后去了离家千里之外的大学念书 他也交过女朋友 虽然彼此相爱 却总是缺乏安全感 玩了命的要控制对方 最终将对方逼走 韩蒙自己则患了厌食症 报收二十斤 那段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父母出轨对韩蒙的打击是致命的 他内心深处觉得 背叛才是人的本性 婚姻就是个骗局 没有谁能搁谁 天成地久 还有一些经历过父母出轨的女孩 长大后对配偶的忠诚度看得很重 有的人甚至会找比自己条件差很多的结婚对象 目的就是保证对方绝对不会背叛自己 但他们即使在这样的婚姻中 过得也不尽如人意 父母出轨引发家庭大战 最受伤的绝对是孩子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海林格曾经说过 孩子是家庭的保护神 健康的家庭宛如平地 孩子会成长为挺拔的大树 而有问题的家庭宛如悬崖 孩子为了保持家庭的平衡 却会成长为悉心怪状的树 当发现父母出轨或父母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时 很多孩子会做出一些类似于自我牺牲的举动 希望父母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以缓和父母之间的矛盾拯救父母的关系 因为对于孩子来说 家庭就是它全部的世界 孩子小的时候对家庭十分依恋 对家庭气氛的变化也非常敏感 一旦父母关系紧张 他们就会守足无措 甚至会把矛盾的起源归结于自己 因此 他们会小心地讨好父母 希望能有所改变 当情况没有变化时 他们会非常愤怒和失望 从而对父母产生敌对情绪 并不是说没了感情的夫妻 就一定要为了孩子牺牲自我 活在一个空壳里 压抑自己对爱情的渴求 和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只是有了孩子的婚姻 就再不只是一只简单的情感契约 而是背负了更多的责任与担当 你的每一个言行举止背后 都有一双清澈而稚嫩的眼睛 在观察 在模仿 在跟随 在评价 所以像演艺明星这样的公众人物 爆出婚姻丑闻 不仅使自己名誉受损 更是给孩子造成了重磅的伤害 即便是个人的婚姻 真的已经无法挽回 但至少可以像安吉丽娜 朱丽那样 妥善地安排好孩子的抚养事项 理智清醒地 跟皮特分开之后 再去追求新的幸福 身为父母 我们更应该时刻提醒自己 不要拿孩子的一生幸福当作自己的欲望和赌注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聆听 请把这篇文章分享给身边人 让更多的人听到 我是阿豪 每篇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